懂得吃亏的人就拥有一切 肯施舍的人就拥有一切 不宜计较的人就拥有一切 为什么?心碌碌不动 我肯吃亏我不跟你计较 我吃亏没关系 所以受无路毁谤的人有福报 谤人伤人的人没有福报 他会一直损害他的本身的清静性 一切福田不离方寸 方寸染污了哪里有福田 方寸清静了 他才谈得上有福报的人 所以学佛以后 他那个福报会一直居住 他守苦如瓶 他这个福报就一直来一直来 他讲碰到这个朋友也不会伤人 碰到任何一个仇敌也不会伤他 在公司里面团体里面 他也不会挑拨离间 他心清静 所以因为他的口语很清静 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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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人员就越来越好 人员就越来越好 大家都会对他很好 尖酸刻薄的人一定没有福报 如果你不失了很多的钱 可是你尖酸刻薄 你不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 要想迈入福道 要培养两种 一个是福 一个是会 所以免费的福 不必花钱的福 身口一清静 福报就到 免费的 不必花钱 福报就到 我今天守口如瓶 我一切都不强 不攻击 不伤害 不平 这总可以吧 这福报就到 你人缘具足 将来你碰到困难 人人都很想帮助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